握力无双的花山究竟有多强 面对拳王优利的攻击不躲不闪 而是反手抓住对方的手臂 随后用力一捏 就在刚刚 花山来找任牙战斗 可等了许久发现任牙都没有回来 于是他只能遗憾离开 但没想到花山刚走 任牙就背着行李回来了 二人就这样完美擦肩而过 突然任牙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 回头一看原来是利谷川 他带任牙来到江珠的豪宅 母子久别重逢 江珠明显感觉到任牙便不一样 他的肌肉比以前更加健硕 在二人说话期间 擂台上的战斗终于开始了 台上的优利轻松躲开对方的攻击 随后一拳直接将7K 在中量级称霸的优利并不满足于此 比赛刚结束没多久 他便宣布要夺下重量级拳王的宝座 两个月内这家伙的体重成功增加了15公斤 江珠询问儿子有什么看法 可任牙却说优利进步太慢了 在自己的印象中 对方的速度应该比这快上5倍 听到这话 江珠当即安排了下去 随后利古川找到了优利 箱子里是一日元 只要优利愿意与任牙对战 那这些钱就都是他的 但优利并不会被利益所吸引 他生平的愿望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他们荆棘尔族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民族 利古川淡定的擦了擦眼镜 嘲讽优利根本没见过世面 区区一个拳击界的世界冠军 他们才不会承认对方是地点最强 优利以为利古川在浪费他的时间 于是他转头就离开了 见状利古川只能先来找花山 花山并不在乎自己与任牙的战斗 只要能见到范马永次郎 那让自己做什么都行 利古川让花山放心 当他打倒任牙的时候 永次郎就一定会出现 因为范马一族对战斗的渴望优先于一切 听到这话花山终于放下了心 勾起嘴角仿佛是有了什么打算 到了第二天 优利的教练组又给他找了一波陪练 没想到这时任牙突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优利以为对方是来跟自己比赛的 可没想到任牙却表示 运动与格斗技完全不同 拳击并不是格斗技 旁边的一个陪练看不下去 当场就给任牙表演了个绝活 他用力一拳将100公斤的水袋打到天花板上 看到这一幕 任牙也缓缓走到了水袋前 随后开始原地蓄力 一记手刀直接把水袋割破 任牙转头给众人解释 你们戴上拳套之后 失去了踢法 扭法 投掷法以及摔法 所以拳击才不够资格配得上是格斗技 很快便到了晚上 万众瞩目的重量级拳王挑战赛即将开始 但此时的优力脑海里还一直回想着任牙白天的话 到底自己够不够资格 今天优力就要证明给任牙看 没想到在通道内 他们被好几名标形大汉劫持 为首的正是一身西装的花山勋 与此同时 擂台中央的重量级拳王已经登场 他拿着拳王腰带在向观众宣示自己的强大 看台上优力的妹妹也前来观赛 妹妹坚信哥哥能获胜 毕竟之前被狼群围攻时 哥哥都能游刃有余将其击退 画面回到优力这边 优力立刻发起了反击 但花山不躲不闪 就在原地硬扛对方的铁拳 随后抓准时机一拳挥出将墙壁打破 优力震惊花山的怪力 可让自己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再次挥拳猛击花山的面部 结果却不小心被对方握住了手臂 优力想挣脱却无济于事 只见花山双手用力一握 瞬间手臂就响起了爆裂声 虽然废了一条手臂 但优力并没有放弃 以仅有的武器战斗到最后一秒 这才是荆吉尔战士的作风 花山的这一拳将优力直接打趴 意识都逐渐开始模糊 就在此时他回想起了 被爷爷训练时的场景 他不想输给任何人 爷爷来到优力身前告诉他 荆吉尔战士是不会输的 被打败并不代表真正的败北 所谓真正的败北指的是意志消沉 如果意志坚定的话 即使是成吉思汗来了 也无法把胜利从你手上夺走 想到这里 优力从地上站了起来 把现场想象成自己的主场草原 花山见优力没有选择认输 于是便再次冲了上去 一拳直接将对方砸进了墙里 这次优力真的再也起不来了 教练赶忙联系急救人员 将优力送往医院治疗 看到这一幕 利谷川瞬间就猜到了是花山干的 他想快点和任牙战斗 从而见到犯马勇次郎 据说手臂只要被花山抓住 在听到一声爆裂声后 手臂就会立马爆开 任牙起身伸了个懒腰 表示自己要回去休息了 可实际上他则是来到了花山族 顶着一堆人硬冲了进来 任牙闪转藤挪来到花山面前 一脚就将桌子踢出了大楼 さあやろうぜ 好き者同士